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马上就要过年了 在我们农村过年30日 有上洗坟的习俗 到底上洗坟需要注意什么呢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什么样的吗? 你有多大的? 六十七大 你的有几个孩子? 两个男孩 一个男孩挺多 像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一个男孩 你看咱们过年的时候 都有给老女上洗坟 就是上洗坟的习俗 都是准备什么东西? 就是买着绿花 买着便 好 买着这儿 买着又是金壳子 硬壳子的 买着到那里 就叫老女上去滚年 可以说 可不错 就是请老女回家滚年? 比较叫做老女 要外面去哈南的 爷爷回家滚年去的 哦 他这个上洗坟就是说 爷爷有什么主意 不能怎么来的? 没有什么 就是原来一样的 柳子的香片 都在红色林布 跟盖子 来的一下 不够掀开的 来滚年就掀开了 上洗坟的时候 就是上洗坟回来 然后把老年人盖的那个红布 印象上的红布下轮 下轮了 叫老年人一直回家 上家的过年年 就去的上方上去 上方上去吧 咱有女的去的吗? 没有 不行 女的去? 不能女的去 都是光男女的去 哦 光男去去 儿子 孙女的 光男的去 女的不能去 就是说他这个 就是给老的上品 就是请假的过年 就是有什么说法没有? 那也没有啊 烧吧 就是往上家来 就给他烧 来着家里 上一家 所以就上家来 到过年 师傅送走就盖上去 哦 师傅就送走 然后盖上去 然后盖上去 就是他这个就是 上品的这个西数 就是从多年吃的 从老板串的 还是咱最近的 才行的? 从老板就是咋的行的 就是咋的行的 通过刚才 和这位婶子的交谈 了解到 过年上洗坟 要带着鞭炮 还有带着纸钱 最主要的就是 女人不能跟人去上坟 上洗坟回来 要把遗像上的 鸿铺掀开 十五代送走 这就是过年 上洗坟的习俗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